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是地鐵站MRT重站出口 1號出口 然後你看到這裡是車站 不過是我們在這邊直行 就已經是燒肉飯了 這裡就是大街 沿著這條街走進來 你會看到一間七十一 只要七十一 再沿著小河下 你會看到燒肉飯 它沒有中文名 太文名 裡面只有一個隱式英文 所以大家要做出準備 一段時間後 開始是兩分鐘了 已經吃了這麼多了 104匹以上這些咖啡 多厲害 你看香港幾十元也吃到幾道 像我爸爸以前 在泰國每天買到蝦燒的燒肉 因為是這樣的味道 就是這樣的醬 因為沒有吃燒肉的時候 沒有吃那麼脆口的燒肉 很爽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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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燒肉 很濃郁 淋了 很爽口 至於環境正正常常,其實乾淨就行,不用太美 交通,我想大家應該很容易找 我教你怎樣走,你失明怎樣走 視覺上我就比較五星,你不覺得很美嗎? 總之記得,看著我們JMKTV,就有好食物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